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我們偉大的監製就說 這次不僅是吃便宜一點 還要是吃便宜一點 即是很美味 你的廣東話差 吃便宜一點就有便宜吃便宜 吃便宜一點就高層次一點 人家吃得多便宜一點 我明白了 我有一間深水雞翼店很棒 有兩款不同雞翼 都是我的最愛 第一款就是瑞士雞翼 我從小吃到大吃 那間餐廳一定要訂位才可以吃 還有一碟雞翼六四才賣多少錢 我價值100元 過百元 另一款比較好, 親民一點 就是土匪雞翼 街坊價五元一隻 但沒什麼挑戰性 煮兩款雞翼 我們第一集都一雞十吃 雞翼十吃? 怕你嗎? 真的嗎? 好, 各位街坊 好, 吃便宜一點 賣來問, 賣來學 你平時煮什麼雞翼? 豬油雞 豬油雞 豬油雞可以? 當然是滷水 滷水可以 滷水雞, 咖喱雞 這陣子很流行 咖喱雞 咖喱雞, 煎雞翼, 豬油雞 炸雞 炸雞 他很聰明, 最近很流行吃炸雞 因為阿錢自然很喜歡吃炸雞 你真是像天中醫一樣 快點找你的名字 真是 我燒了一套 我們買菜 很漂亮 很多食物 很多食物 我們今天做雞翼十吃 我們要多買雞翼 好 其實最美的就是雞中翼 巴西的 雞翼來自很多不同地方 是巴西 有些可能是來自哪裡 現在香港雪藏的雞 雞翼 大部分是來自巴西的 巴西雞在全球來說 這個雞翼是有名的 16元 16元 16元有多少隻 大隻有8隻 小隻有10隻 雞翼十吃 我們收拾多少磅 百多磅 3磅 買一些大中翼 買一些中翼 我經常說 我買東西便宜一點 有價錢 這裡又便宜又漂亮 可以便宜一元嗎? 四兩半千斤 這麼多東西便宜一元 買一百元 買一百元 好, 真的很划算 不要便宜多給我們 一元夠了 好… 多少錢? 九十九 九九… 上上九九 我找到一檔有新鮮雞翼 它整隻上中翼都在這裡 是這樣的, 新鮮雞翼 你看, 列著很多串 你做的瑞士雞翼一定是這些 多少錢一隻 如果是… 六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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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滑肩爽彈硬 老闆, 你買雞翼 你最喜歡做的雞翼吃法是什麼? 就這樣蒸 清蒸雞翼 那它是新鮮的 對 你放些金汁文耳 放些東西蒸就可以了 好, 那就買 好, 謝謝老闆 謝謝… 如果有烹調的, 請多說 好, 請多說 我替你做的 好, 雞翼 對 抗你, 將來煮熟 我會不會煮熟 在這邊吃飯 我會煮熟 然後是一隻雞翼, 熟 你還要煮熟 小燙 你會煮熟 我會煮熟 我會煮熟 你會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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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煮熟 你會煮熟 你會煮熟 或者放學後回家時 很少工作, 不需要太多時間 就可以做到的事 肥媽, 我真的很期待吃完雞翼 我會飛, 很美味到會飛 是不是想飛走這個節目? 當然不是 不是吧 不是, 你不捨得我 記得煮食第一件事是做什麼嗎? 不用說, 當然先開火 沒錯, 好 我們煮一個什麼? 薯仔紅蘿蕃茄蚊雞翼 可樂雞翼, 好嗎? 好 好, 好了 這個就是瑞士雞翼, 好嗎? 瑞士雞翼, 簡直是煮好雞翼 我最喜歡吃瑞士雞翼 好, 那來吧 可樂雞翼, 大家知道了 少許薑, 兩片就可以了 煎一煎雞翼的皮 煎一煎之後, 倒入可樂 放少許糖, 放生抽、老抽 煮至煮後, 慢火, 然後大火收乾 甜, 還有少許焦焦, 放進去 這裡是魚仔紅蘿蔔蕃茄雞翼 這道菜一星期, 家裡總有一、兩次 一定會放進去 總有一些 放一點酒 我幫你煎熟 把它煎熟 對, 番茄 薯仔雞翼, 不要太快煎熟 你的意思是嗎? 你要炆薯仔的 對 如果放在家裡真的沒有薑 有時候雞翼從雪櫃拿出來 很大股的雪味 放一點酒 我放一點酒 對, 我有黃糖, 可以不用 用少許糖, 因為我們有番茄 放了鹽, 放了酒 可樂雞翼煎得這麼好 不用煎熟了, 可樂就倒進去 對, 要慢慢炆 我們現在做什麼呢?來了 就是顏色的好朋友 對, 老抽 生抽和老抽 生抽和老抽 最重要是收乾的醬汁 然後蓋一下 好, 薯仔炆雞翼 我們稍後會放些麻油 我們就放一點水 拿蓋來, 麻煩你 好 蓋住它 好 這個要這樣蓋多久? 不用太久 你要用小火煮, 裡面的雞翼就會變嫩 然後就拿開蓋, 大火收汁 好, 來, 瑞士雞翼 好 我們一個瑞士雞翼一樣 又是用薑片, 白牛肉的雞翼 對, 沒錯 但這個我要桂皮, 香葉 而且瑞士雞翼還有一個秘密武器 就是一點點的陳皮 不用放太多, 放一點點 否則陳皮的味道 太過分辣了 我們放桂皮 兩塊香鹽, 爆香 我就不放花椒, 八角那些 因為味道太過重了 相對現在爆香, 你就幫我做一件事 好 就是做我們現在最流行的土匪雞翼 我們有芝然粉, 還有芝然 因為只是芝然粉不夠香 用一點芝然, 磨碎它才給你 對, 只有一點點, 你在這裡磨 少許就可以了 通常回內地很喜歡吃羊肉串 加芝然粉 對, 沒錯 放一顆冰糖, 對吧 放一顆冰糖下去 加香葉 好, 放些粉… 好, 倒進去 還有少許的芝然粉 少許的… 我還要用少許香菇粉 因為它是雪藏雞翼 對, 鹽 香菇粉的確是, 加得到 對, 拌入味道 待會放黑芝麻就可以焗了 你們去排隊買六塊的東西 就是這麼簡單 真的像土匪一樣 你說而已, 我沒說過 土匪這麼沒味道 生抽, 老抽, 我有糖在這裡 好, 來 瑞士雞翼的靈魂所在就是醬汁 沒錯 醬汁是如何調整黑芝麻的 因為我沒有放鹽, 老抽, 少許水 要小火, 吸住你煮 永遠煮雞 你一定要大火煮完之後 用小火去燜 我們這個可樂雞差不多完成了 我們就收乾它 你看, 水汪汪的 我們怎樣呢? 開蓋, 收乾水, 吸住它 就是燜熟 對, 它就會熟了 好, 一、二、三 好, 到這個了 好, 我們蒸了 我們放什麼呢? 很少東西而已 只有這麼多的酒 只有這麼多的麻油 這就是金針雲耳雞肉, 是嗎? 蒸雞, 對 我放少許鹽, 少許糖, 豆粉 只有這麼多的生抽 金針雲耳蒸雞, 這是金針雞的主角 這個買回來要怎麼處理? 買回來, 把它撕掉, 撕掉後面 我就綁住了一個蛋糕 放得多就比酸酸的 你不綁成一個蛋糕 蒸完就爛了 我們再放些雲耳 放少許豆粉、豉油、糖 一點點鹽 拌好, 放少許麻油 放一點點鹽 這個也是拌飯一流 來, 謝謝 好 拿去蒸了 可樂雞翼, 我們現在大火收乾水汁 拿鑊給我, 行不行? 對了, 放上去 看到嗎? 醬汁已經收緊了 收緊了, 它是黏的, 看到嗎? 它是黏著, 但這個鍋… 很甜的, 我聞到味道 這個鍋你看不到, 所以我特意拿鑊 放這麼多 你看到汁是稠的, 稠稠的 黑豉油, 瑞士雞的秘密武器 黑豉油是… 是, 新加坡你吃海南雞飯等 黑豉油 甜甜的那種 對, 這個可樂雞翼就行了 不行, 先讓大家看看 你看看, 黏著的 煮成這樣是最好的效果 對, 皮是脆的 可樂是黏著的雞翼 這樣才叫可樂雞翼 好,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再煮 這個 真的是瑞士時辣時快 剛才已經做了四個雞翼 四個雞翼 五個 滋鹽雞翼 是, 滋鹽雞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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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未燒, 現在要燒了 你看看我們的瑞士雞翼 真是瑞士雞翼的醬汁 這個可以了, 搞定了, 關火 這個, 真棒 這個搞定了嗎? 是, 不, 這個可以拿過去 你高 讓我來這個 你幫幫忙嗎? 好 好, 真棒 幫肥媽拍完四個雞翼 真棒 真棒 幫六號拍一下 金針雲耳都可以了 然後剛才醃了一會兒 已經夠時間了 我們就放一些黑芝麻 黑芝麻煮完的樣子會好 更香 我們就開火 黑芝麻煮完 對, 去燒了 好, 一小匙的柱頭醬 一小匙的叉燒醬 兩滴的玫瑰爐 好 可以了嗎? 放了酒了嗎? 放了一點 玫瑰爐兩滴 好 可以了嗎? 半匙, 夠了, 夠了 一多, 它就過分了 然後一帶剛才的柱頭醬 柱頭醬的味道都夠鹹了 拌了 其實醃了一點就會更好吃 我又不花時間了 我一邊自然, 一邊叉燒 好 我200度 我慢慢燒它 好 我的雞翼有兩個釀法 我雞中液用來釀蔬菜 這個我剪了出來 拔了骨頭之後 我就放什麼呢? 生粉 生粉 對 放多一點生粉 它會黏住墨魚膠, 抱歉 我們放墨魚膠回來 我們買就行了, 墨魚膠 這樣釀進去 我們的雞翼當然剛才放一點鹽醃 是不是? 它現在這樣 這個就是這樣用生果… 用生果就行了, 用蔬菜就行了 我試過用青紅蘋果 可以嗎? 我都不知道不知道多喜歡吃 這個可以用煎, 可以用炸 我們或者炸一下, 好嗎? 好 如果家裡開油鍋炸, 用什麼油溫炸? 你就是… 但是你燒紅了, 油溫之後調低一點 不然太猛烈, 就會燒焦 來, 一、二、三 好, 這裡開火了 是 煎雞翼 現在很流行的叫西檸雞翼 我放一點薄粉 放一點鹽, 我先醃好 然後我放生粉 這個放下 好 好, 這裡是否炸到全熟就可以了 對, 這裡的皮是金黃色已經可以了 這個已經完成了 你把底部炸好就可以了 好, 來, 煎雞翼 你不用怕它會這樣 因為它一煎, 縮起來就會黏住 裡面的蔬菜 因為這是你做的 是 因為菜有很多 味道跟肥媽有不同 這樣小弟哥會吃到菜 是 吃到東西 這個就準備做香檸物質雞翼 對, 沒錯, 好 這邊可以放在一旁 好, 找個碟上就可以了 這個差不多了, 這個已經 這個我們放進去炸了 好 原本還沒炸之前 就像我那樣的身形 炸完之後… 像我 肥媽那麼豐滿, 這個 這個 厲害 厲害 稍後再煎, 這樣就完成了 確保裡面的肉一定熟了 沒錯 味道是什麼, 最後壓軸 這個重要, 鹽, 這麼多的豉油 這個是… 這是薯片雞翼 薯片雞翼 對 先放些粉 薯片雞翼 對 是 這是一個很好的小食 放少許蛋清 好, 行了, 剛剛好 可以了… 吃夠了 你煎一煎, 這樣就可以吃了 肥媽, 剛才看你做這個雞翼 為什麼放了一些蛋清 第一, 放蛋清和粉 它才可以黏住薯片 不然薯片有薯片, 雞翼有雞翼 你看 金黃鬆菜 金黃和脆的皮 我們放很少油 好了, 你又忘了我們的肚皮 對, 這邊怎麼樣 很漂亮, 反過來 現在開始燒另外一邊 雞翼已經可以了 你看雞翼 脆和硬的皮 對, 因為我是放粟粉, 不是放麵粉 好 我還有那個西檸汁 我告訴你怎麼做呢 我就放檸檬汁, 檸檬皮 蜜蜜 怎麼煮到醬汁可以掛著黏著雞翼呢 豆粉 最重要是有… 放骨頭粉就可以了 對 但我們不放骨頭粉就可以開豆粉水 豆粉水 對吧 好, 逐點逐點這樣放 放到稠為止, 皮很脆 好了 好, 搞定 是, 怎樣了, 姐姐 稠不稠? 稠過稠太太了 好 假設是愛恨膠前, 稠可以說是 那我們就去拌雞翼 好 或者這樣放上面 好, 另外一個 叉燒雞翼, 反轉它 你就替我塗小蜜糖進去 好, 再燒 我的肚腓雞肉, 反轉它 千萬不要塗蜜糖 是 沒問題 好, 輪到我們的薯片雞翼 好 做法就跟你放包糠一樣 但這個做法, 香味很香 其實更方便一點 總之你吃剩的, 碎的 粟米片 粟米片, 即是早餐吃剩的 粟米片那些就可以了 好, 拿我的茶燒吧 對… 好, 過來聊天 你也不是幫忙吃的 不是, 我幫忙吃, 不是幫忙煮 對, 你真的只是幫忙吃的 對了, 你要六塊錢, 要排隊 不用排隊而已, 完成了 看東西了 你只看下去的食慾也嚇死人了 是不是? 好 好, 完成了 謝謝你 謝謝你們 謝謝 neighbors 好, 今天我們要來吃 我們要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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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媽, 這次不僅教我吃便宜一點 你真的很好 還教我做這個飯後甜品 你對我真的很甜蜜 你對我真的很甜蜜 說了很多次, 我已經嫁人了 走開吧 我知道 我當你媽媽這樣 這樣就行了 好, 事不宜遲 好, 我用這個淡忌廉 用多少呢?300至400克 你買一包, 大一包 你看家人有多少 你就打, 打到六成 打到起來就行了 還有材料很簡單 煉奶, 咖啡粉, 棍尼拉香油 就這麼多 這道甜品是什麼呢?肥媽 這道甜品是雪糕 雪糕是什麼呢?有什麼味道 是叫Tiramisu的雪糕 這麼有趣? 對, 你吃下去 蛋糕變雪糕嗎? 對, 真的有Tiramisu的味道 六成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樣而已 好, 然後我們將煉奶 當然這裡要多半罐 如果我想甜一點 就把整罐都放進去 對嗎? 放少許的芬尼拉香油 好 一蓋就完成了 對, 大半罐就行了 兩匙咖啡粉 拌勻, 做完 真的嗎? 是 這樣就行了 現在倒進膠盒裡 這個真的很簡單 切多久就行了? 切到很硬 有兩小時, 三小時就可以了 好, 我們吃雞肉 開始吃了 何其壯觀 雞肉十尾 這樣就完成了 真的有十尾 先吃哪個?別管了 我先吃近的 我先吃什麼 先吃滑雞 它還是滑的 還有很香的雲耳味 我一定要吃的 六元一隻要排幾個小時 肚腓雞翼, 是嗎? 是 這個很棒 這個番茄雞翼吸收了番茄味 很甜 我先嘗嘗這個肚腓 如果醃它有15分鐘左右 更加硬 我先嘗嘗這個可樂雞翼 你煎完馬上吃 雞皮脆的 它是香甜 你說可樂味已經不太濃 只有一點 對 薯片炸雞翼 聽到嗎? 我從這裡聽到滑滑的聲音 我想你全家的小朋友 最喜歡吃還是這個? 必然是… 不, 這個也喜歡吃 這個也喜歡吃 叉燒雞翼也喜歡吃 可樂當然喜歡吃 不, 每個都喜歡吃 待會要嘗嘗這個瑞士雞翼 不能說話 你看這個顏色 正在外面吃到瑞士雞翼汁的味道 但沒有人想到 裡面有一點點的果皮 但果皮就像它的聲音 增加的味道 真的很好吃 你真的要嘗嘗我這個 泰瑞士雞翼吃 你吃給我看 你告訴我是否滑滑 好 剛才還沒吃的時候沒那麼滑 有沒有搞錯? 這個如果我出去買 我想一盒是八至九十元一盒 那些質素 你拿小奶, 半罐煉奶有多少錢 肥媽, 你這一集 第一集已經是雞翼十成 如果再開第三集 第一集你會做什麼呢? 我知道 比較難, 雞子十成 雞子十成 我都說很濕 他離不開這些性器官 不是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都是身體的部分 連那兩粒雞子你都不喜歡 不, 如果你能夠把雞子 整成十吃 真的, 為什麼不? 你不是人家跟我做事 我做飲食節目 對 我不是做成年節目 導演 不過我吃不到十粒這麼多 我們繼續吃吧, 好 哈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